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堂堂一个王爷 为什么要去小小制衣铺制衣上 少爷 您说什么呀 没什么 小管家 您先去忙吧 那小人先告退了 表小姐 文宇哥哥 文秀妹妹 找我有事 没什么事 就是来问问哥哥 之前去查方式制衣铺纺制衣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没什么 他们早就不在纺制了 但曾经纺制过是事实吧 他们既然已经不在纺制了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你不愧是想 乔文宇哥哥吓得 说到底 这是苏家的事 关乎的更是整个京城的织绣也 与我一个小女子有何关系 我不会是奉了二叔之命 过来随便问问 既然没有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你不要跟你场作对了 你放心 如果他行得正 坐得端 那自然是不用怕的 一定是非常安全的 你躲在管枪 过来 她之客的又认为af 俩灵热ブ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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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ing 小人翻横就是本殿的掌柜 不知几位大人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 衙门接到百姓举报 你们治医铺 长击治寿假货 奉府台大人之命 要将这些一物不疲 金属没收 动手 开 不要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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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干什么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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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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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搬走啊 走 不得动 不得动 你们再有人反抗 医病带走 医病带走 都别落下 里面帮啊 救发 救发 这边没有了 好 这边还有 好 好 再来个人 来了 我就不 大少爷 这个月的账本给您拿来了 小鬼家 什么是这么开心啊 喜事 苏氏的喜事 少爷 您可曾记得 前些日子 小人跟您提起过的 那方式之一部 一有人举报 现在官差正在查抄他们的铺子呢 这个骇人警 总算是被人收拾了 方式被查抄 对呀 方式公然仿冒造假 扰乱商规 自然是有人看不下去了 便去衙门里告了他们一众 真是多行不一臂自毙呀 是你干的 我一个弱女子 怎么会出面做这种事情 这都是杭桃会里那些叔叔伯伯们挤的头 文宇哥哥指望我做什么 杭桃会 那是二叔前的头 二叔也是为了整个京城的仇不伤住下 总不能因为方式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吧 杭梅秀你给我听清楚 京城的事 苏家的事都与你无关 因为你和霓裳有过节便公报私仇 这就是小人之举 这 王爷 想说什么就说 你这是干什么 王爷 这事吧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吞吞吐吐 可不是你的性子 但说无妨 王爷 那方式出事了 听说有人举报方式仿制 不比什么的 全被官府给没收了 王爷 你一会儿还要进宫 您这一句方式 怕是要为了天洁的照见 是呀 王爷 大事为重 苏少爷怎么来了 陈木头 方式之一不一贯老老实实 在京城颇有声誉 可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行个方便 苏少爷 别的事都好说 可这件事 是府台大人 卖了你苏家的面子 除非是你二叔亲自前来销案 否则兄弟不可一定会 我二叔与方式有些误会 请您高抬跪手 把东西先留下来 苏少爷 这事兄弟真的为难 时候也不早了 兄弟还得回衙门交差 走 官差大人 主婦 主婦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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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府台大人开恩 只是没收你们的布匹 下次再来 当心封你们铺子 回府 报 官差大人 夫人 夫人 不得来的 我都不得了 大人 你们等一下 大人 夫人 原来 是你们苏家干的好事 不 你们误会了 怪不得这段时间 老来我们这儿溜达 感情是给官家引路的是吧 整日没皮没脸的骚扰霓裳 我早就看你不须眼了 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 你这个伪居子 我 程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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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冲动 我怎么冷静 咱们都是被他害的 货都没了 你们冷静一点 你相信我 这事与我无关 与你无关 颜文秀昨日来找茬 今日我们的货就被没收了 还说与你无关 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东西 帮你们要回来的 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 霓裳 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我罢不得你事事顺利 天天开心 我又怎么会害你呢 苏公子还请谨言慎行 此事确实我们有错在先 但苏家实在不必赶尽杀绝 此事与你无关 还请苏公子离开吧 霓裳 你还敢碰霓裳 我今儿 混蛋 找你害我们 找你害我们 混蛋 放开我表哥 表哥你没事吧 光天花日竟敢打人 简直欺人太甚 无法无天 诚骗 你再挥拳头试试看 我不打女人 赶紧带着你表哥滚出去 一群乌合之众 我表哥什么身份 轮得到你们在这儿大呼 小叫动手动脚 你们这些世锦小民 还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吗 闻兄 你住口 我骗要说 这个霓裳 不过是出身背剑 来历不迷的严头 就妄想飞上这头便风 还不知廉耻地到处供应男人 别说了 我竟然就把话撂这儿了 不把这个严丫头赶出京城 我言文秀 事不办秀 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住口 你给我回去 我不走 我还在严谨庄的时候 就擅长不惠人心 想到男人就没脸 眼气不气不住 住口 你到底听见没有 出身高贵的严大小姐 红土莲花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两位还是请回吧 走吧 走 严重 你听我说 你赶紧走 霓裳感谢苏公子上次的搭救 从此小殿与苏公子再无瓜葛 开启以后不要再踏足这儿了 霓裳 你听我说 同水吧 滚 霓裳 霓裳 滚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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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啊 这个祸是没有了 但是天没塌下来 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你还要得劝我 咱家铺子没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拿什么权 找谁惹谁了 我一没有犯法 我二没有害人 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 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 谢小妮啊 谢小妮 你何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给父母亲人平反冤屈 成全自己的凌云之至 大人呐 行行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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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好消息啊 今儿上朝 天家说南洋大旱 要派人去赈灾 听说这欧阳子虞 以前常去那边游历 于是便有人想到了落网 向天家举荐 天家一口应允 这温神哪 终于是要被送走了 如此一来 这碍眼的人走了 我们这日子可以消停消停了 大人说得极是 最好那温神哪 一辈子不回来才好呢 大人说得离开 是啊 是啊 啊 哈哈哈哈 你怎么来了啊 我找霓裳 你怎么又来了 这儿不慌 你给我出去出去 出去 霓裳不会再见你的 你赶紧走 见不到霓裳 我就不走了 你是挨打没挨够是吧 你 快回去 苏公子 霓裳在池塘边采花了 你现在去兴许能碰上 谢谢舅舅 舅舅你 你什么你啊 你懂什么呀 这心病还需心药医 咱们家这个事 是因为苏家而起的 你倒不如去让苏公子 跟霓裳说个明白 要不然 霓裳什么时候 转过这个弯来 吃饭 是 那承天不是说霓裳姑娘 去附近采花吗 人哪 王爷 那不是霓裳姑娘吗 几日不见 你瞧错了许多 明日是王爷外 六十大寿的寿宴 各路达冠险贵 都会潜去诸寿 我想趁此机会 带着你的成衣图样 拿给他们选 这些人非富即贵 应当会成为你将来的主顾 这也是重振方式制衣铺的 最佳机会 我会尽我所能来挽回你们的损失 因为我知道 这个制衣铺对你来说很重要 放手 你听我说 我会保你 相信我 我说放手 算了 咱们走吧 王爷 你 霓儿 你听我说 这件事是因我而起 就理应由我来解决 你接受也罢 不接受也罢 我管定了 我若是不愿 你又能如何 那我就让方氏夫妇 在京城无法容身 你 既然你们说我动用全世 查查了方氏 那我可以再次动用全世 将他们赶回老家 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所以 你竟如此卑鄙 那也是被你逼的 霓儿 你为何总是叫我拒之千里之外 就算是我替苏家还债吧 当年苏家舞弊 始终欠卸价一次 如今我帮你一次 也算是公平了 去把方氏最华丽的 成余图样找出来 相信我就把图样给我 我等你 好吗 命令有时终须有 命令无时 莫强求 舅妈 快去吃饭吧 身体要紧 我也想吃呀 可这店都开不了了 哪有胃口吃啊 来人了 来人了 公司 来来来来 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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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了 来人了 关车又来了 不是 客 客人 好多达官显患 都来找霓裳做衣裳来了 来 来 来 找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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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小姐们 不要着急 我们找衣裳 都不找衣裳 都不找衣裳 找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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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霓裳姑娘 你终于来了 快给我量尺寸吧霓裳姑娘 好 大家来这边 大家这边请 霓裳姑娘 霓裳姑娘 正好明日来我再量尺寸的 可是我实在等不及了 赶紧跑了过来 今日无论如何 你都得给我量 我实在轮到你啊 明明是我先找的霓裳姑娘 给我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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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急 大家别急 我们的衣裳 都被官家收走了 要做衣裳的话 得重新采裹衣裳 所以吧 你们先付一点地银给我们 等衣裳做完之后 再付余下的银子如何 不用 好 今日我全付了 先给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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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等一下 这样 这样 在这边排队啊 这边有尾巴 这边甩啊 来 我一个一个领啊 好嘞 你们是下单 我们下单 你们下单点啊 好嘞好嘞 来 来 他们店里 但凡新品成衣 不管男女老少 通通给我卖回来 诺 等等 记住 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 你是苏氏的祸继 那个害人净几臭 到时候反告咱们就不好了 小管家 大少爷 去吧去 大少爷 您来了 您这是 刚从方氏之仪铺回来 您怎么知道 这段日子 您不是一直往那儿跑吗 大伙儿都说呀 这方氏能名动京城 全是大少爷的功劳呀 这话可不能乱说 是是 方氏制衣铺能重新翻身 那是人家的本事 是 关本少爷何事 关你何事 这些日子 您为了方氏跑前跑后 又是出点子 又是带着霓裳 挨家拜访名门大户 拉客员 甚至还将苏氏的供货商 介绍给他们 让方氏享受 苏氏同等的优加 文宇哥哥 方氏能翻身 您功不可没 实在不必谦虚 无凭无据 这其中内情 你并不知晓 不要乱说 难道我说错了吗 这些日子 你为霓裳安牵马后 我可全看在眼里 霓裳是我挚友 她陷入困境 我怎能视而不见 我帮一点小忙 又能怎么样 文宇哥哥 作为苏氏少东家 却帮着自己的对头 二叔会怎么想 上上下下仰仗着 苏氏吃饭的伙计们 又会怎么想 你尽管据说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在背后失败 这是小人之举 你 好 好了 行了 别摊 不干净的了 我都没有想到我们方家 会有这么一天 你看看就完了 这扑面 像哪样子了啊 这排着 还有统一的衣裳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你掐一下 看疼不疼不就知道了 疼疼疼疼 她掐救了 我又没做梦 你掐我 我又没做梦 霓裳 舅舅舅舅妈有这么一天 真是多亏了你 自打你来了方氏以后 这又是帮我们招量生意 还帮我们拓宽了店面 舅妈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霓裳 霓裳 平日舅妈性子急 有时候说话不好听 你别往心里去 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您跟舅舅当初 要是没有收留我们 我们至今 都不知流落何处呢 您跟舅舅 就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怎么报答都不为过 如今呀 我们店铺重新开张了 以后所有活儿 就包给我们三个 您二位只管着享福就好了 这妈一切有我们呢 霓裳 以后您只管我 什么剪裁啊缝制啊 还有熨烫的活儿都交给我 都交给你 那你怕是不吃不睡也做不完 我想过了 以后呀 咱们还是把其他活儿 分给别人来做 比如江洗 晾晒 印染 包给作坊 缝制合片 包给信得过的商铺 这样大家长期合作都有钱赚 那我就负责做照 还有后院这些杂活儿 我全包了 那洗衣服做饭打扫院子 我包了 你们都包了我做什么 那我是非人不成 舅妈 你可是我们的大管家呀 你只管坐镇监管就行 谁要敢偷懒啊 轻则罚凤重则轰出方向 轰出方向 好 谁要是不想被罚凤 现在跟我去挂我们的新牌饼 走 往往快 挂我们点了 陈连 吃方便吗 好 各位 当心了 别泡了 小心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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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都来看看啊 那个啊 各位街坊 各位丆 这里 我们到芳士之衣铺 今日重新开张了 好 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照顾啊 我们三天之内 芳士所有的商品 让你多少 八成 八成 所有的商品八成 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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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里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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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里边行 里边行 来 里边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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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文宇跟文秀 年纪渐长 与其空耗岁月 不如早日给孩子们盲婚 也算是对你我兄弟 有个交代 大哥 这颜家如今也是看准了咱们苏家日渐强盛 这文宇也是听话孝顺 早就迫不及待要将自己的女儿嫁进咱们苏家了 大哥 您意下如何 此事不能强求 还要问问文宇的意思 大哥 自古以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其中能让自己的孩子做主 依我看 文宇也算上乘人选 再说现在 这颜家的势力和名望 在淮州一带也是日渐强盛 若是两家能够结为亲家 强强联手 全盘地垄断这南北的织造力 也是指日可待呀 公明 公明 不要什么事情 要想着好处 这是文宇的回事 要问他才可以 大哥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若是一直文宇的意思 那不把天都得翻过来 现在他的意思不打紧 现在打紧的是咱们苏家的营商 那才是文宇的前程 再说吧 如果文宇是不喜欢文宇 等成了亲 按他自己的意思 大哥妾就完了 现在要紧的是安抚燕家 可是 这事就这么定了 大哥你身体不好 还是安心养病吧 文宇的婚事 就由兄弟来操办 公明告退了 霓裳 你别忙了 来吃点牛肉休息一下吧 你又偷偷跑出去买牛肉吃了 不是我偷偷跑出去买的 是苏公子买给你的 来 这个苏公子隔三场我就送吃的来 真是便宜了咱们 来 来 尝尝 你啊 你啊 害得那个苏公子 一会儿洗一会儿脑袋 我都快看不下去了 你别瞎说 我是真心为你着想啊 那个苏公子 要样貌有样貌 要家事有家事 要人品有人品 人家那么喜欢你 你就真不考虑考虑 陈天要是肯对我那么好 我早就 霓裳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想说什么就说呗 陈天对你的心思你是知道的 但你一直拿他当兄弟 这我也知道 陈天虽然不喜欢我 但我看他为你那样煎熬 我也是心疼啊 倘若 倘若你的心里有所说 让他早日断了念想 会不会会对他更好一些 我不是逼你做决定的意思啊 我就嘴口一说 你就当没听见了吧 元香 你干什么啊 谢谢你 你谢我干什么呀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一直那么相信我 你跟陈天都是我最亲的人 我知道他的心思 他对你其实早就心动了 只是你没有察觉罢了 他才没有呢 他每次都故意惹你生气 然后就来哄你 下次又故意惹你生气 他若是没有对你动心 干吗这么捉弄你呢 记得你上次生病吗 最着急的人就是他了 大半夜的还跑出去给你买药 你呀也别老是说他不识好歹了 他只是没有表白自己的心意罢了 你的意思是 他心 嗯 耐心一点 还有 你的脾气也该改改 温柔一点吗 我还不温柔 嗯 你老是成天 成天 这样的 能温柔吗 那我 改 对 那我就改下来 来 二老爷 表小姐来了 温柔 二叔 来 坐 温柔啊 二叔可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 在二叔的心里呀 你早就是苏家儿媳的不二人选 今天收到你父亲的信 你父亲的想法跟我是不谋而合 他也希望你能够早日嫁进苏家 苏家也缺一个女主人 你可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 相夫教子 恪守礼教 帮助文宇将苏氏的制造 发扬光大 多谢二叔 internship broken 监ended 我 这次国家宜 不auft pomp 赶索 写了 我 达小姐 什么 不 我 最好了 可是 怕表哥终究不会答应的 他对我也是忽冷忽热 毫无情意 那依你的意思 文秀自小学习织绣 也是想着为了将来帮衬家里 之前为了苏氏画了几张图样 凡响也都很不错 不如二叔试着让文秀 管理苏家的店铺 一来可以帮助文宇哥哥 分担一些杂事 二来也是为了让他知道 文秀并不是一无是处 也是可以帮助苏家出一份力的 这个想法甚好 正巧出新的时日到了 不如由你来准备这一季的压史 以示身手如何 多谢二叔 文秀叮当全力以赴 早就听说这颜小姐才气过人 果然这衣裳是又漂亮又新颖 是啊是啊 不愧是淮州制造世家出身的大小姐 眼光就是不一样 就是就是啊 听说颜小姐独创的衣服样式 好多大官贵人都争相购买 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还有假 我们表小姐出身织造世家 又追随名师学艺多年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呀 文秀小姐啊 文秀小姐 我先来的 我女儿下个月就要出嫁了 先经我的伙吧 请夫人放心 我会竭尽全力 一定让您的千金 风风光光地出嫁 太好了 这个呀 是我在方氏制衣铺看中的样式 也订了一套 到时候我女儿喜欢哪一套 就穿哪一套出嫁 如在夫人心里 苏氏并非唯一选择 那就请夫人考虑清楚再来吧 这怎么这么大脾气呀 人家方氏的衣裳也不差 夫人久等了 我给您拿了几款衣裳图样 您先挑点 到南卫套 生生将一匹死马 已活了 颜色清新 适合日常穿搭之用 若是遇上生辰宴请 这衣裳还可以拆分呢 外套可以做风衣斗篷外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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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内兵家眷的时候穿 这衣衣多穿 既高贵又好看 而且还实用 这衣衣多穿 霓裳姑娘可是在说笑 这位夫人一看就是家境幽渥 养尊处佑的贵妇人 一套衣服反复穿 岂不上人笑话 夫人见谅啊 霓裳姑娘出身贫寒 自然不知道 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 是如何过日子的 让您见笑了 我在这里替她给您赔个不是 正好 我们苏氏绸布庄也有两套涂样 夫人看您是否喜欢 你是苏氏绸布庄的 正是 夫人请看啊 我的这两套衣裳 一套是出门见客之用 一套是居家长服 这两套衣裳 皆采用的是上等绸缎 加金弓刺绣 华丽又舒适 正好与夫人 您尊贵的身份相匹配 夫人请看啊 这个裙摆 加这个流苏 他们得甚至 严大小姐 你莫不是记错了 这里是方氏制衣铺 不是你苏氏仇布庄 你既开门迎客 别人来的 我自然也来的 怎么 你心虚了 怕争不够我 你我同城多年 在我记忆中 我还未曾输给过你 那也是以前罢了 师父偏心而已 现在可就不同了 不如我们请这位夫人定夺 看她想选谁的图样 看她想选谁的图样 这二位姑娘的图样呢 我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 这选了这个呢 有点放不下那个 选了那个 又有点舍不得这个 不如我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李夫人 李夫人 你我本可两不相干 互不侵犯 何苦要这样 让彼此都难看 两不相干 你都快骑到我的头上了 还敢说互不侵犯 那你究竟想要如何 非要证明你比我强 我们方氏 虽比不上你苏氏 可是在百姓心中 也是有口皆碑的 那也只不过是 没有见识的下等人儿你 有什么了不起 我不想跟你吵架 不过 你若非跟我比个高下的话 我倒有个法子 不如咱俩来比试比试 是好是坏 让众人来评判 我 和你 对 怎么 不敢了 不是不敢 而是不屑 我们苏氏上百年老自豪 且是添加钦点的贡商 岂能沦落到 与你们这种街边小店 一起耍好 白白让你们抬了身价 你若高兴 就自己玩吧 看有几个人碰上 去 他又来干什么呀 管他干什么呢 元香 我们可得抓紧准备了 准备什么呀 服饰展会啊 就像过年过节的庙会一样 咱们把所有好看的衣裳 全都展示出来 名字我都想好了 叫做方氏制衣月赏会 我不同意 这哪有正经人办什么展会的 要如何展示 难道你们俩亲自上针 试穿衣服给那些大老爷们看啊 这姑娘家家的成何体统 怎么就不提统啊 咱们是做买卖 没这么不提统啊 这现如今 咱们店铺 在十里八乡也算是有些名气了 这为什么要搞这些要额子 惹人笑话 这哪是惹人笑话 我觉得没钱才让人笑话呢 闭嘴 舅妈 您就要答应霓裳吧 你给闭嘴 舅妈来来来 您先坐 这好酒也怕巷子伸 其实今日颜文秀就算不来叫镇 我也想好了 要把咱们方氏的名号打响 这月赏会 无疑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舅妈知道您有野心 可这做生意也怕树大招风啊 咱们从小店变大店 从门口罗雀变顾客营门 已经招了不少同行的肚子了 舅妈做买卖不如你 可舅妈也比你多吃了几年 多吃了几年饭 这人情事故上 总比你多一些经验 这只要能把生意做大 惹人妒忌也没什么到 而且咱们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生育 客源还没稳定呢 这打铁得趁热 不然可就错失良机了 是啊 可是 霓裳说得对 舅妈 你就别担心了 让我们坐吧 对啊 舅妈 您就让我们坐吧 那这展会的台子 你们打算摆哪儿 这在店门口也摆不开啊 这个我来想办法 那你告诉我 这如何展示衣裳 要让别人看到衣裳穿在我们身上 是自在舒服的状态 转身 往回头 好 到时候啊 我们和霓裳 会给大家画一个美美的妆 然后大好配饰 剩下的就全大家多多帮忙了 元香 我做了牛肉饼和红薯干 你来帮忙啊 给大伙儿端出去 我们休息一下吧 这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客人 这是走什么的呀 还挺好看的 姑娘们 等会儿让成天跟你们一块走 好不好呀 笑 笑什么呀 怎么谁说女子才能好看 本人我 不也是 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吗 到时候就让成天也换上 跟你们一块上台 你怕吗 笑话 我成天字眼里边就没有害怕这个词 想当年咱们在淮州也算是一绝吧 对不对 好好好 那您也走一个 我看看姿势 您瞧好啊 步子大了 你不太快